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仙 S19已经开启许久啊 很多同学都在关心版本未来的走向 近日体验服务进行了一则更新 内容调整了两名英雄 其中居然包括一位 时隔一年都未曾并动过的射手 鹿班7号 改了些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吧 改动第一位 连波 一技能爆裂冲撞 技能伤害略微进行了上调 基础伤害和等级成长未变 AD收益由之前的0.6提升到了0.7 一技能附带了强化普攻 伤害曲线进行了平滑调整 基础伤害由之前的280点降低至200点 等级收益大幅上调 由之前的每级提升40点 增加至每级提升70点 二技能熔岩重击 基础伤害直接下调了50点 等级收益提升了每级10点 AD收益未变 由生命值获取伤害收益上调了1% 大招天崩地裂 基础伤害和等级成长未变 AD收益提升了0.1 技能伤害的生命值收益 也由之前的2%提升至3% 那咱们拿重塑后的新连坡 与正式伏的老连坡 进行一波对比 体验伏连坡每屏A三下 伤害在846点左右 那相同条件下 正式伏连坡每三下普攻 仅能造成516点伤害 新连坡的一技能伤害约为282点 而正式伏的老连坡一技能 可以造成348点伤害 接着新版连坡的二技能 中心伤害可以达到惊人的1193 而正式伏却只有747 提升明显 那最后就是大招 新版连坡的大招 猛男三拳的伤害 依次为338 507和677点 正式伏的老连坡 大招伤害依次为328 492和656 至此 新版连坡叫正式伏的老连坡 每屏A三下的普攻伤害 二技能伤害和大招伤害 全面超越正式伏 一技能虽然伤害量有所下调 但相较于强化普攻带来的收益 这不到50点的伤害流逝 完全给忽略不计 之前给大家敲敲说过 猛男连坡正在崛起 由此印证并非空穴来风 再来看看改动的第二位英雄 鲁班7号 本次调整 优化了一技能河豚手雷的投掷轨迹 二技能无敌杀嘴炮 施法前腰由之前的0.4秒 优化至0.2秒 抬手时间比以前快了一倍 大招空中支援 导弹的下坠时间由之前的0.75秒 缩短至0.5秒 大招录下的爆炸伤害半径 扩大至200 同步提升50点 今我测试 鲁班7号的手雷弹道优化效果 似乎不明显 唯一的视觉感受 就是优化后的手雷似乎比以前抛的更高了 就这 手动作还是有较为明显优化的 优化的抬手效果 这掏出RPG和轰出杀嘴炮这两个动作 都比以前快了许多 作为小鲁弹唯一的防身技能 十次优化实属鲁弹玩家们的福音 那至于大招优化感受也较为明显 优化后的鲁班大招 基本在光柱刚刚出现 伤害就能跟上 反光正式服 光柱出现后 还要有个缓冲 才能见得到伤害 有这个功夫敌人早溜了 不过 就算敌人站着不动 大招之多也只能对同一路标进行四次打击 伤害总量并未变化 那至于爆炸范围的优化 是否有50数值的提升 大概也就是敌人略微重叠就能吃到伤害 还是并排靠近就能受到伤害 作用不能说没有 只是调整幅度太小并不明显 那小鲁弹距离上次正式服调整 已经时隔15个月之有 此时虽然未在伤害数值上有所波动 却大幅提升了使用手感 降低了玩家上手难度 那鲁弹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新手英雄 在大神玩家手中被敌人禁声后 二技能将其推开反杀的操作也会更加常见 好了 那么本期的改动播报就到这里了 现今射手的梯度格局 能否给鲁弹一席之地呢 等这波改动上线正式服务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是张千 我们下期再见